幸会吧,我正在学习更加本地化的说话方式,嘿嘿,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们想打听一下,要怎么去到期? 哦,哦,原来是这样,办法我倒是知道 太好了,我们找对人了 不过,那是个成功率微乎其微的办法 哦,微乎其微?那你是用什么办法离开到期的呢? 正是用了这种办法,才知道它究竟有多危险 那个时候,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扎的小木筏 前有风暴,后有追兵 逃出来之后,我在海上飘了好多天 食物和水都用光了 当时还以为自己已经走到尽头 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可没想到,我的一切并没有就此结束 或者说,迎来了新的开始 对啊,真是九死一生的旅程 我能活下来,应该都是神明的眷顾吧 这也太危险了吧 就算这样,也要离开到期 因为,那里实在是太压抑了 气氛太紧张,出入都要堪定奉行多重审核 和我的性格实在合不来 堪定奉行?那是什么? 啊,负责管理到期各项事物的机构被叫做三奉行 打比方的话,和黎月的七星八门是相似的吧 比如,刊定奉行的职责之一是严格审核出入到期者的身份 并在离岛对外来人员进行统一管理 还有最近的眼兽令,便是由天领奉行负责执行 他们就像是雷电将军的代行者,忠诚且无情 啊,虽然说家乡的坏话不是太好 但在那种压抑的氛围下待久了,对生活是会失去期望的 所以,如果不是有什么非去不可的原因的话 还是放弃前往到期的想法吧 可是,稻妻外海的暴风雨连绵不断,从不停歇 就算突破了风暴,还要绕过执行所国令的武士 就算是突破万难,来到稻妻接待外国人的离岛 也需要出具相关证明,不然还是会被赶走 这就是存心不想让人靠近稻妻啊 啊,那只是为了保证岛内的物资供应和信息流通而开设的港口 一般的外人是拿不到证明的 但你们如果真的无论如何都要去的话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性 木法还是太危险了,而且我多半会晕船的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可以去问问 李月有名的男十字船队 有没有办法带你们去到期 他们常年远航,见多识广 或许有突破那片风暴的方法 可是,他们是武装船队吧 他们会轻易答应我们的请求吗 这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 如果能说服他们的首领北斗,一切都有可能 哎,男十字船队的旗舰死罩星号 我听说正停在孤云阁附近补给 现在动身,说不定就是个好机会 那事不宜迟 我们就去见一见那个叫北斗的首领吧 嗯,你是 我对你有印象 你就是对抗愚人众和奥塞尔的那位旅行者 对吧 我听宁光讲的 有位旅行者拯救了李月 见识卓越,身手不凡 他这个人很挑剔 能给出这么高的评价相当不容易了 我当时就在想,究竟是何等英才 我也想亲自结交一下 看你的穿着和你旁边跟着的小东西 我觉得大概就是你了 不是小东西,是派蒙 派蒙 嗯,着实有趣的生物 从二位身上不光能感受到风雨大地的气息 还带着些许 嗯,星空的味道 啊,什么和什么 这是我听过最奇怪的点评了 没什么 只是我相信命运的邂逅 必定有其意义 有点相似吧 不过在到期,叫法应该不一样 这位是风源万叶 因为一些原因暂时留在我的船上 时不时就会从他嘴里冒出两句文词 有船有海风 不吟诗几句 岂不是不解风情 也有道理 不如南十字舞斗会开场的时候 给你个表演的机会好了 那要由兴致而定 为某事而做的诗 往往会缺了意 机会难得 又有大英雄的参加 不要拒绝得这么快嘛 诶,等等 南十字舞斗会是什么 还有你说的大英雄是指 诶,我以为你们一定是来报名的 居然没听说过嘛 南十字舞斗会 是我举办的比武大会 会有很多想要一展身手的人来参加 参赛有两条重要的规则 首先,名头要响亮 至少不能是完全不会比武 只想凑热闹的人 当然,这个你不用担心 没有谁比你的名头更响亮了 第二条规则 那就是参赛者不可以拥有神之眼 不然,实力悬殊就太大了 我知道你对你的实力很自信 但不要小看藏龙卧虎的黎月哦 像你这样拯救过黎月的大英雄 来参加我的舞斗会 一定会变成很大的话题 应该也能吸引来更强的人 可我们真的不是来参加舞斗会的 别着急拒绝 这次舞斗会我准备了特别宝贵的奖品 那就是一枚舞主的神之眼 其实是我提供的 如果舞斗会的获胜者 能够重新唤醒这一枚神之眼 那这神之眼就归他所有 居然还有这种东西存在 神之眼的持有者逝去之后 神之眼也会失去光芒 但外壳并不会消失 这样的外壳能用来做什么 尚无定论 但我觉得 既然空壳留存于世 或许就有传承的作用 是啊 在我看来 神之眼是旗帜 代表了神的认可 那么能让他闪耀的 一定是强者中的强者 为了发掘强者 也是为了让神之眼重唤光芒 我就举办了男十字舞斗会 如果你没有神之眼的话 这不就是最好的机会 获得属于你的神之眼吗 是啊 比起什么舞斗会 我们更想知道 要怎么去盗七 盗七 你们想要去 那个地方吗 唉 早说嘛 不就是去盗七 没问题 那如果你赢了 奖励就变成 无主的神之眼 去盗七的死罩星号传票 二选一好了 你只是想让他参加你的舞斗会吧 哈哈哈哈 为什么不呢 强者越多 舞斗会就会越精彩 而你是我无论如何 都想邀请的参赛者 那怎么办呢 为了去盗七 还是要参加的吧 那 就先去会场报名吧 舞斗会的会场就在孤云阁 等会儿我和万叶也会过去的 接下来 只需要等时间给我答案了 倒也不会 麻烦下一位来报名吧 首先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难道是 那一位 我没听错吧 真的是那个人 唉 那个人没有神之眼吗 居然来参加这场舞斗会 那个 我核实一下 你就是帮助黎月港 击退了魔神的旅行者吗 果然是他 在送仙典仪上 跟客亲大人讲话的那个人 等 等会儿能不能找他签名啊 你应该知道 这场舞斗会 是只允许没有神之眼的人参加的吧 真的吗 可是传闻中 你的战斗能力出神入化 多次闯入险境之中 无论是魔神还是愚人众 都不是你的对手 但他就是没有神之眼了 不信你们完全可以来找找看 抱歉 无疑冒犯 我相信大英雄是不会说谎的 那 能请你报上一些荣誉吗 虽然对你来说 这只是走个形式 但如果你能说一下 也方便我来登记 讨伐了魔神奥塞尔这一条 我已经知道了 还有别的吗 还和风魔龙特瓦林交过手啊 这 冠军肯定是他的了 我想知道 现在退赛 还是不是来得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有这些完全足够了 我从来没见过 这么豪华的荣誉背景 好了 已经登记完毕 接下来 有我为你们介绍一下 比赛的奖品 既然大英雄要参加这场武斗会 一定是剑纸冠军 想要拿到这枚珍贵的神之眼吧 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来的啦 北斗答应了我们 只要能夺冠 就会带我们去到期 还有追加奖励 从来没听说过呀 我觉得 就是因为北斗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才能请到大英雄吧 但是大英雄 居然想去到期那种危险的地方吗 原 原来是这样 和大姐头提前谈好了条件啊 毕竟 谁都没想到你会来参赛 就连我也很吃惊 总之 预选赛即将开始 你可以先去做一些准备 商量一些对策 对了 这场武斗会 是不允许有神之眼的人参加的 虽然你没有神之眼 但在提瓦特 大家都认为 只有拥有神之眼的人 才能使用元素利 为了不被误解 你在比武的时候 也不要使用元素利吧 感觉这种程度的对手 对你来说 就算没有元素利 也能够轻松取胜 那就参赛吧 我看好你 看你自信满满的样子 你希望现在就开始比赛吗 那么 请跟我进入会场 开始了 原 原来你是那位大英雄啊 那我要怎么才能赢啊 感觉还不如普通人 不知道他的自信心从哪里来的 好了 既然赢了 去找北斗吧 他好像有话要说 不愧是我看好的种子选手 你也看到了吧 万叶 他战斗的时候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赢得又干净又利落 是啊 不过 感觉就像是收敛了些力量 不想让对方受伤一样 大大小小的战斗 我也经历过无数次了 只看这一场 我也能清楚感觉到 他强劲的实力 所以 不需要吝啬你的赞美之词哦 嗯 如果要夸奖的话 我想想 打得不错 好吧 本来想让你说点诗词述助兴 他还是算了 果然不应该为难你 其实刚刚有很多参赛者 都来找我说 完全没想到 黎月的大英雄会来参加这场比武 报名的人 也一下子多了好多 其中不乏武艺高强之人 我觉得 很多人都是想要和你一分高下的 哈哈 所以我在想 应该给你一个 更符合夺冠热门选手的待遇 一方面 不希望你在对抗普通选手的过程中 消耗太多体力 另一方面 你应该也期待更热烈的对决吧 所以我就直接让你晋级半决赛了 诶 刚刚那一场还是预选吧 直接就到半决赛 也太随意了吧 大姐头性格如此 你是劝不住他的 而且就算凭实力 我觉得这位大英雄 也能走到半决赛 这我倒是同意 那么我们先看看其他人的比赛吧 看看有资格挑战你的人 究竟有怎么样的来头 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今天的重头戏 哼 大姐头堆之场比赛的期待颇高 我很久没见他如此兴奋了 你的对手突破了重重考验 闯入半决赛 你是身经百战之人 可能他的实力仍不及你 但也切无掉以轻心 那么就让我看看 你是否做好了 突破那片雷暴的准备 话先说到这里吧 观众都等不及了 你还是去找场边 负责报名的那位船员 他会带你上场的 我能感觉到你有点不习惯 这也一度让战斗陷入困局 但你迅速调整了态势 取得了对决的胜利 这其实是听出来的 有砂石和呼吸的声音 的确是这样 不过我就是单纯靠经验了 对你来说 这也是非常新鲜的体验 对吧 我们想打听一下 决赛的对手是怎么样的人 会比半决赛这个人更强吗 这倒不会 闯进决赛的人 与其说强 不如说很有特点 他很快 以身法见长 而且一看就有 丰富的实战经验 怎么了 担心在决赛上 会有点措手不及 既然如此 我有一个好的提议 跟我去安静一点的地方吧 之前并没有介绍 其实在到期的时候 我是一名浪人武士 这倒是能从你的衣服上看出来 但你一说起话来 又不像是武刀弄枪的人 文能掌书 武能横刀 慢慢流浪之路上 多一门技艺又有何不好 虽不敢自诩武艺超群 但也见过大陆各处 形形色色的高手 你决赛的对手 所擅长的技巧 我也略知一二 以你的天资 我只需刷加提示 你一定能想到破解之法 喂喂 这是不是有点犯规了 情报收集也是对决的一部分 并无不妥之处 他们从蒙德一路走来 经历了诸多恶战 能够连战连结 靠的也并不只是勇武 没错没错 等等 我们好像没说过 我们去过蒙德吧 所到之处 你们会在自然中留下足迹 而自然 会回馈给你们特殊的气息 但这种气息 能给我的提示 终究无法触及本质 我还有很多好奇的问题 没有找到答案 跟我走吧 就当是赛后的余幸 其实你能够很熟练地运用元素力 而且 不止一种 对吧 从见面开始 你好像就画里有画 原来早就察觉到了呀 嗯 不在会场提及 是考虑到 如果被其他参赛者知道了你会使用元素力 会招来不必要的误解 就算在比赛中战至险境 你也没有使用元素力 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吧 哼 我所言之 剑与闻 并不只是出于失性 而是确有其事 我很小的时候 就能够理解大自然的信息 我能听到风的呼吸 树叶的低语 从你的身上听到了相似的东西 仅此而已 虽然难以置信 但感觉不像是在说谎呢 和你们的难以置信相比 我的这点能力 简直微不足道 不依靠神之眼 就可以驱动多种元素力的人类 还有味道无比复杂 不知来自何方的神秘生物 不要用味道来评价我啊 关于这种复合的元素力 是如何获得的 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嗯 难以理解 那你 又是怎么学会运用元素力 将其用到战斗中的呢 没有啦 我只是把我想到的事 告诉他了而已 漫长的旅途 各种各样的事 回顾与展望 他有感而发 自然而然的 就学会了元素的使用方法 老实说 我也完全不知道其中的原理 或许 这种不可理解 才是神明与神之眼的本质吧 不过 我还是想亲眼看看 你是如何使用元素力的 或许 我能获得一些启发 我也会将我掌握的信息 分享给你 这样也算合理的交换吧 那么 就用一旁的这个挑战 小事伸手吧 嗯 你的战斗能力 着实无可挑剔 就算你的决赛对手 灵动训捷 应该也无法从你这里 讨到便宜 闯入决赛的那位参赛者 他非常擅长调整呼吸 保持平衡 能做出成人难以完成的动作 他的胜利 几乎都是靠奇奇获取的 但换言之 只要格外留心他利用破绽的本领 他的攻击就不够成威胁了 不必道谢 见识到了违背场里的元素利运用方式 应该道谢的是我才对 果然 这个世界是如此神秘 总会有完全未知的情况出现 感觉你对神之眼有某种执着 但你不是已经有了吗 感觉不需要深究元素利和神之眼的关系了吧 我想知道的是 神之眼对于神明来说 意味着什么 又是什么 让神明做出赐下神之眼的决定 抱歉 对你们来说应该是不知所谓的事 既然让我有幸见识到你们的神奇之处 作为报答 你们对道谢有什么疑问 我会向你们解答 居然是好奇这个吗 那我再讲明白一点吧 你们也知道 道谢正在施行野兽令 神之眼本就是来自神明的馈赐 人们接受了这份礼物 现在却又要莫名其妙地被收缴 有时还会引来杀身之祸 如果当初七神心中各有标志 将神之眼赐予众生 那如今的雷之神 是对这个行为产生怀疑吗 许久都没有新的雷元素神之眼出现 或许 也昭示了雷电将军的态度吧 他听起来是一位很 霸道的神 据我了解 他是执着于追求永恒的神 会将自己的想法冷酷无情地贯彻 但黎月的契约是为了黎月众生 而道七如今的永恒 又给民众带来了什么呢 至少被困于重锁之中的道七人民 现在过得并不算好吧 听起来 很像是你们当初遇到的那个神会干出来的事 嗯 你们以前见过雷神 被时间改变的 只有可能是我们 绝不会是将军大人 如果你要找他 那他便永远在那里 总有一天 我也要从他那里 获得永恒的答案 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决赛应该要开始了 对啊 聊了好多到七的事 都忘记还有比赛了 如果没有其他事要做 我们就一起回去吧 好 那就即刻动身 我很想看看 能获得神之眼的究竟是谁 怎么还没有来 算了 还是先开始你的隆重登场好了 各位 安静一下 注意这边 紧张刺激的男十字舞斗会 终于来到了最后的决赛 经历了许多许多惊心动魄的比试之后 终于有两位选手来到了今天的舞台之上 首先我要介绍的这一位 大家就算没有见过 也一定听过他的名声 他就是 令魔神奥塞尔也为之胆寒 愚人众的执行官也文之色变的 黎月的异乡人英雄 等了好久了 想必在办决赛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精彩表现 今天的决赛 精彩程度一定会更胜一筹 而我们的另一位选手 现在还没有到场 真是的 搞什么去了 决赛又不能像是之前的比赛 直接判定弃权 抱歉抱歉 麻烦大家再稍等一会儿 不管怎么样 如果还不到场的话 这场决赛就只能延期了 等等 我觉得有点奇怪 大姐头 我们去检查一下奖品吧 就是那个放置神之眼的盒子 你也给我们过来 我看看 那颗神之眼居然不见了 而且也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下的手 没料到趁我兴起 有人敢钻我北斗的空子 不用太着急 再高明的手法 也瞒不过自然的眼睛 行妾的人是刚刚下手的 并且还没有跑得太远 神之眼是我许诺的奖品 没有看好他也是我的责任 我会负责把他找回来的 嗯 既然你这么说 那只能这样了 我要留在这里 给这些来看武斗会的人 一个解释 对了 你也跟我一起去吧 跟我来吧 我能感觉到 风快要来了 咋风 风场 正好有风吹过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乘风而起吧 就这样去找 接下来的线索 怎么会有人 比我跑得还快 为了顺利逃跑 我还提前准备了船 居然一下子就被追上了 船再快 也比不上风的速度 风 你在说什么 啊 我明白了 是你神之眼的能力吧 可恶 要是我也有神之眼 或者 如果我能让这颗神之眼亮起来 你们怎么可能追得到我 和神之眼无关 或许 你很擅长在人群中销声匿迹 但显然你还不知道如何甩开自然的目光 此外 逃跑路径的选择也破绽百出 而且我寻风而来的路上 还听到了你得意洋洋的炫耀 与放声大笑 换句话说 神偷的三项信条 迅速 隐秘 优雅 你一向都没有做到 你 你 你 但比起这些 更令我失望的是你手中神之眼的状态 果然 他不会无差别地回应愿望呢 行吧行吧 这次 算我认栽了 这神之眼 我盯上他很久了 听说这次舞刀会的参赛者 都是不入流的家伙 我就报了名 一路打到了决赛 原来你就是我们的决赛对手啊 本来我以为凭实力夺冠也没问题 结果 就是因为你们突然杀了出来 我看了半决赛 我当场就知道 我没有半点胜算 但都已经到这份上了 我肯定不甘心放弃神之眼呢 既然名称行不通 那 我就趁大家的注意力 在北斗和你的肾上时 用上了我老本行的技巧 明明我的准备已经够充分 结果还是被你们追上了 可是 好不容易才拿到的 是裸裸的威胁啊 行 不过你要说话算话 反正我拿到它 它也没被唤醒 那就只是个没用的壳子而已 那怎么行 光是偷东西这一项罪责 按海上的规矩 就应该断臂赎罪 不至于吧 再加上你偷走了奖品 没有参加决赛 让男十四船队的首领 北斗丢了面子 看来 还要用烫红的烙铁 在你的脸上 落下小偷两字 才算公运吧 喂喂 不用这么狠吧 可恶 没想到你这个人 这么心狠手辣 既然没得谈 那还费什么话 我跟你们拼了 不要不要 只有老子千万不要 求求你了 生死攸关 以尽全力之人 依然无法令神明垂青 留下神之眼快走吧 我心意已改 之前的责罚不作数了 怎么 难道你又想主动受罚了 那我当然无所谓 这种符合武士之道的觉悟 值得赞赏 不不不 怎么可能呢 谢谢方过 谢谢大人有大量 没太明白 你只是故意想吓唬他 我没有这种古怪的兴趣 只是神之眼还在他的手上 我想试试最后的可能性 人被逼入绝境之时 会爆发出相当强大的力量 我原以为 这会成为神之眼亮起的契机 可惜 什么都没有发生 是的 我只想知道 熄灭的神之眼 有无重燃的可能性 从察觉到 他在偷那颗神之眼的时候起 我就决定用他 来做这场实验了 而且在过去的时间里 我也已经尝试过许多种办法 虽然 无主的神之眼 还能重新发光这种事 我只在少数传说中听说过 但既然见识到了你 可以同时掌控多种元素 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来 你也试试看吧 看看你能不能 给我理想的答案 看起来 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呢 原来如此 就算是你也不行 没关系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那这枚神之眼 就可以继续陪着我了 对啊 这个神之眼 有什么特殊的由来吗 那就 不得不提及一位故人了 他曾是我的挚友 那天他向我问起 可曾听说过无响的一刀 我说自然 那一刀只有神法降下之时 才可得见 那一刀是雷电将军武艺的极致 是最强的象征 可他说 那一刀未必无法企及 总会有地上的生灵 改于直面雷霆的威光 后来 眼兽令不弃而止 民众的愿望 逐渐沦为 弃柱永鹏的专王 在我无奈四处流离之时 却听闻他向眼兽令的执行者 发起了御前决斗 御前决斗 庄重而又残酷 败者将面临神法 胜者可迎去转机 或许他在想 他是最适合站出来的人 直面那无响的义斗 本就是他毕生所愿 可当我抵达天首歌时 决斗已然结束 只听到神法之后 他的断刀落地的声响 那就是他想要见证的光芒吧 在最后一刻 他的脸上会是怎样的神情 来不及猜想 我只是上前夺走了那颗 光芒涣散的神之眼 随后逃离 我只知道 不能让他那赤裂的愿望 被泣进冰冷的神像之中 可能我现在做的一切 最后会发现都是无意义的 但浪然武士的一生 除了旅途的异议和沿途的花鸟风月 还有心中的道 万一 不过是随性而为而已 好了 是时候回去了 那么 就再一次由我引你乘风 咦 北斗不在这里了吗 他回船上去了 大姐头的话 他被宁光叫走了 好像是因为 这次男十字舞斗会规模 超出了报备的数倍 实在不能视而不见 大姐头一边骂着扫兴的女人 一边去离岳岗了 和宁光之间的各种矛盾 也算是常有的事了 不过 大姐头最遗憾的 还是没能见证冠军的诞生 走之前 一直在念叨这件事 其实偷走神之眼的 就是这位大英雄 原本的决赛对手 因为自知毫无胜算 才萌生了盗走奖品的邪念 这样一来 这场男十字舞斗会的结果 应该尘埃落定了才是 原 原来是这样 那么根据规则 那个人就算失去了资格 冠军就是大英雄的了 这样多怪 还挺意外的 没关系没关系 我觉得这叫实至名归 我现在就把特别准备的冠军奖牌交给你 应该是的 虽然现在大姐头不在 但之后我会转告她 以她的性格 说到定会做到 不过 前往倒计的海路很不好走 风雨无时无刻不再咆哮 无休的暴风雨 其实也是雷电将军 锁国意志的一种体现 意志就连天气都可以改变吗 那可是陈氏七执政 就像黎月的摩拉克斯 投下岩枪造就孤云阁 雷电将军可以唤起永恒的风暴 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总之 若要始祥到期 死罩信号还需要一点时间 准备停当之后 你们会收到通知的 这段时间我也要四处走走 看看黎月的广袤大地上 有没有唤醒神之眼的契机 我相信一定可以的 谢谢 希望我们各自的旅途 都能寻到意义 我还有一句告诫 在无尽雷暴的前方 可能是你们最艰难的一段旅途